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大家看影片之前 可以点赞、订阅、分享 如果看到有广告可以的话可以看 谢谢大家 Chris, 大家好, 我是黎 今天讲一个冷知识 英国究竟有没有百毫风球 几大雪材不用上班 有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 现在想想, 用几秒时间想想 在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Chris, 分享一些群组的人 回复我们的事情 有件事我们都会 记录回去 再和大家分享 Chris, 说 某个地方是万岁国 他可能听了我那一集 我们讨论非洲的地方 一年稳定是四十几万 最后自己实贷只有两万 三万我忘记了 例如你说的 两万 接着他上数 计算数 是三万 应该是三万 是 给了一万 公司一年赚四十几万 扣了税之后 只剩三万 那么多大件事呢 他就分享 是 是万岁国 但是政府照顾人民 不像非洲医疗福利 医疗保险照给 但是当所有病人 的时候 没钱就没命 哈哈哈 再不喜欢的 换政府 非洲医疗保险保 这个是他说的 基本上 大家都心知统明说哪里 但是就是说非洲 对不对 另一件事 他有说信务问题 多谢会计师姐 长进解 讲解 讲解 问他对问题 这个是长期听众 我会将会计的问题 会问会计师姐姐 找一集 集合了 会问他的 这个呢 我一定会回答他的 你放心 怎么想都要 这些一定要回答 你先等下 看哪一集会计 会计师姐姐 因为会计师姐姐 想先说他自己的 内容 题目 再回答大家 所以 忍耐加等待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就是这几天留言 就说什么呢 支持我们不用说的 因为我们 经常都是说 不是老点人的东西 多谢你支持 林华就说什么呢 无论预告停电 加价 但保障工电稳定 任君选 想说什么呢 某个非洲国 现在是停电的 有钱都没有电用 凌晨 凌晨加班 去工厂做事 这里是加你钱 不是没有电 任君选 他就说得好 另一件事 又是说会计师姐姐 怎么找会计师姐姐 帮忙 其实这位顶众 回到第一集 会计师姐姐有留言 因为会计师姐姐都忙的 有时候真的不是开玩笑 你找他 就是找他帮忙 其实他也是打工的 他帮到你手 没问题 因为他不是做老板 你可以在第一集 找回 会计师姐姐 你会看看留言 那些人聊天 留言 你会知道 哪个是会计师姐姐的 B字头那个就是 你找回他 你联络他 看看他会否回你 说今天的内文 例如说今天的内文 今天的内文就是 标题就说英国究竟 有没有这个8号风球 几大雪 才不用上班 那篇报道就说 在香港 这个月 天气变坏无常 天文台 警报 难以触摸 3号 究竟是3号 8号 因为黄语 红语 黑语 要不要上班 要不要上学 大家 在这两个星期里面 都被天气 搞到 晒晒转 是不是天气 搞到晒晒转 我不知道 其实就是说 是否 只有香港人 有这个命运 他说远在英国 有 有什么极端天气 当地的人 上班 或者上学的安排 又是怎样呢 他说香港的天文台 香港就有天文台 英国就有 叫官方的 气象机构 他叫做 MacOffice 简写 MacOffice 网站 都会有的 一会儿 Kris哥 你放一条 链在这里 你自己进去 其实在Yahoo里面 你有兴趣 进去看看 这个 MacOffice 那个 那个服务呢 主要呢 都是预测 监测 还有 预报 警告 还有 给那些教育 机构 这样的 这样的 在香港呢 影响 大家上班的 或者上学的 惡劣天理 主要呢 就是 暴雨 或者台风 而英国呢 惡劣天理的 警暴呢 就是很多的 包括有什么呢 一 落雨 二 雷暴 三 强风 四 大雪 五 闪电 六 结冰 七 大霸 以上呢 这些警暴呢 有分 有分程度的 就好像香港那些 暴雨警告 有黄色 有黄色 另外一个 暴雨 就是 虎拍色 另外最高的程度呢 就是红色 我们就是 我们香港呢 那时候就是 黄色 跟着就是 红色 然后是黑色 这里就没有 这就是红绿灯 这里就 类似红绿灯 那就分了这三种 最低的程度呢 就是黄色 就是Yellow warning 中等程度的呢 就是 Embrored warning 最高程度的呢 就是 Red warning 那它怎样分法呢 如果黄色的时候呢 就是对大部份的人的影响都不大 但是呢 那些 陆路啊 船运啊 或者空运呢 可能会延迟 延悟 这样啦 那这个虎拍式的呢 Embrored warning呢 那就是呢 就是呢 它说呢 那些铁路啊 或者道路啊 或者交通啊 運輸啊 那有机会呢 就关闭的啊 惡劣的天气呢 对人生啊 和财物呢 可能有一定威胁 那至于 红色的呢 那它说 预计呢 天气情况 非常恶劣 应该呢 立即采取 预防措施的 那人生啊 能源啊 供应啊 或者设施等等呢 会 收到 廣泛的影响 或者 破坏的啊 那 它其实这个是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那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样东西啦 那它再分呢 在这个 譬如 黄色 警告 那下雨 那就是说 就是 因为下雨 所以 就有黄色这个警告 刚才讲过啦 可能会影响 交通延迟而已 那你就要 逐个逐个地对下去啦 其实 最简单就是说 最高的级数的时候 就最严重啦 可能 对人生啊 或者各样的财物啊 都有影响 这样的 那但是 这七样的 天气的 警报呢 那个程度呢 另外呢 又有这些 两种呢 相关的 警报的哦 就是呢 什么呢 就是水浸的 警报 但是呢 它就不是在这个 MAT Office 那里发出的 就是在这个 叫做环保部的 他们 环保部门 发出的 那么它叫做 Food 叫做Food Food Food Forecasting Center 负责的 那么它也都是个网站的 那么啊 它就在这里发出或者呢 它会在 其他的 公共机 即 公 那些 那些媒体的 发出啦 那么另外呢 这个叫做 UV 就是紫外线指数啦 那么它就以WHO那个系统来划分的 那么有六级的 一至二级就最低啦 那么十一级就最高啦 那么级数最高的时候呢 就要做好防晒 那么他这么说的 那么最后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说 那怎么样 为之是上班啊 不上班啊 上学以后不上学啊 原来是 在英国是没有这件事的 和香港不同的 自行安排啊 在英国呢 雇主与雇余 所以自行沟通安排啊 是啊 所以又比较担心啊 就是你喜欢 翻就翻 不翻就不翻 就上班啊 那么 上学也都是一样的 那你上学也都是一样的 它不会没有钱的 扣了个 可能你有足够理由 不知道怎样啦 做事我不知道啦 但是你上学的 你上不了就上不了的啦 那你有理由的 那我想他就 就是有得说的 这件事就 因为你真是 譬如 我告诉你听啦 啦 啦 其实 来文说实啦 啦 英国呢 你大风点大雨点呢 我想那些人都不上班的啦 那些人冷个蛇啊 你香港 你试试一落个球 我说 立刻啊 没有车啊 我记得啊 我很记得啊 没有车 吐露说没有车 出去九龙啊 我也有行路出去九龙啊 我们真的很喜欢上班啊 说完了啦 那我 你住上班吧 那个车门的顶 那你 那你又怎么走呢 就是车门 玻璃那里 那你又怎么走呢 或者 或者浸到去 水浸浸到去那里 那你的车又怎么动呢 是吧 那 所以呢 他们应该有聊过的 但是我们又不知道啦 那他所以呢 因为呢 英国真是很大的嘛 不是好像香港那么小的嘛 做不到这件事呢 我猜就下 那变了呢 很多时候就要 他们自己去安排啦 那学校其实就很简单的而已 就是你不上学 不上学的 说回 就是可能打电话回来 通知回来 告诉学校 我都出不了门口啊 或者水浸 或者各样东西呢 他们都不理解这件事的 我觉得就 那 大家可能来到之后 再适应一下啦 就是不要像香港那么有规定 就是政府说 全部不要上学 全部不要上班 那么 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呢 我就不知道啦 暂时呢 就没听过啦 他们说很大风啊 都不会 就是说 叫你不要上班 不要上班的 那你自己决定啊 或者你跟一些 那你 就直接去你的车咯 如果你搭巴士的 真的这么说 我真的说真的 你在英国 你自己 不是有车的 你搭巴士上班的 我肯定你不会上班 可能那个巴士都 走到 或者影响了很久 你都不会上班了 你都不会上班了 你在巴士站 不知道要等多久 因为在英国乘坐巴士的人都知道 英国乘坐巴士的人都知道 英国乘坐巴士 不知道 有时候是 那些车是 那些车是 那些车是怎么形容呢 是 飞站 当是飞站 就是脱了班的 他们这些人都知道 就是不要尽顺的 有时候说 那个表呢 说有那个车呢 有时候也是会不出意的 那一般 所以你还说打风落雨 在巴士站等巴士呢 你自己想啦 一般呢 如果是近市区呢 那些巴士都准的 但是如果你说近住郊区 或者出了去出便 就是 真的你要坐成 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的巴士 才进到市区的那些 就难说了 这样啦 是啦 因为呢 这样说啦 自己醒来 是啊 因为不是 因为只是市区 那些巴士才密的 或者近住市区的 就是叫做suburban的地方 那些巴士都密的 但是当你一出了urban 出到外面呢 那就变了呢 那些巴士未必准时呀 或者那些巴士呢 可能真的半个小时以外呀 或者一个小时 四十五分钟呀 才有车 那如果你真的一个不幸呢 那班车可能开早了 或者各样呢 那就没有了 你开了一个小时之后 或者 半个小时之后才有咯 一 你会不会打电视上班啊 就是今天上班的人工都给他 当然不会啦 喂 这些说完啦 不如你分享一下 你看看Chris哥的频道呢 我也想你学到一些东西走的 不如阿荔爷分享一下 在英国坐巴士的步骤 怎样上车 人们怎样跟你沟通 因为你不要小看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 导致你可能搭不到巴士的 你讲一讲 我现在英国一般 就是大城市啦 我讲大一点的城市啦 那些巴士呢 都可以用 呃 credit card 就是你可以 就是 叫做 contact less 就是不用 不用接触的 就是你不用插张卡下去 又不用接触任何东西的 就是嘟一嘟 就是好像平常我们巴达通那样的 但是那张卡呢 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visa的 可以是 debit card啦 就是可以是credit card 可以是debit card 那么啊 任何一家银行都可以的啦 只要有个标志呢 好像那个 即是wifi的标志呢 你那张卡呢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但是呢 他们呢 那些巴士路线呢 我不知道其他英国地方啊 在格拉斯哥就相当 啊 就是 路线就紧了啦 但是他可能呢 他这一条线呢 可能会走两区啊 这样 就是 譬如 格拉斯哥这样啦 格拉斯哥很大的 那么他就分开三个区域这样啦 那么你一般来说呢 你如果不跨区 或者不各样的呢 那是 他是写明1.7磅的 但是呢 当你上车的时候呢 你是需要告诉个 司机听 你是去哪里的 因为呢 他们 我想是会分断啦 或者有一些跨区啦 所以你上车呢 你要告诉个司机听 你要去哪里 这样呢 他然后才会帮你按个按键 啊 还有呢 他会问你几个人啊 他比如见到后面有人的 那么他问你几个人啊 譬如你说 你一个的 那么他就按一个咯 就是你去那一区的一个那个价钱 然后呢 你才凸凸得的 我当时初初就不懂的 我们就 上车呢 他打算他说用debbit卡可以的嘛 不停地咄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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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的 那他原来呢 他需要你上车呢 他就会问你了 你一用卡呢 或者你一 其实你一上车呢 就告诉他你去哪里 那么呢 跟着呢 他就会问你几个人 你说 啊 一个 跟着呢 你告诉他 我要用debbit卡 那么他就会按键 然后你才可以 除非呢 你上车的时候呢 就 入钱啦 即是 现金啦 现金啦 如果不是呢 啊 你就 都不知怎样 即是你不知的时候呢 你上车呢 你以为好像香港那样 哦 原来不是1.7磅 那不是1.7磅 那原来不是的 啊 那他们可能那些路线呢 会跨区啊 或者各样东西啦 我不知什么原因啦 甚至呢 可能呢 有些路线呢 他会 不同时间啦 或者 啊 呃 可能 夜了 或者各样呢 那个价钱都不同的 所以呢 未必是一定的那个价钱啦 所以你上车的时候呢 啊 你就需要告诉他听 你去哪里 那他才 啊 帮你做那样东西 或者说给你听多少钱 这样啦 啊 就 他跟香港完全不同的呀 是呀 是呀 也是这样说啦 不要冒败了啦 我怀疑了那次也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上次不是说坐不了巴士的 因为他说的那些呢 我怀疑是苏格兰话 我真的听不到他 我和我老婆都听不到他说的 我以为他那个价钱坏了 一堆堆堆都没反应 那我心疼是不是坏了呢 他又不是说汪的 他说这些话呢 或者是苏格兰话呢 我都听不明白 所以我们下车了 所以就 暴暴暴暴啊 所以呢 我留下一个 阿丽耶经验之后呢 希望 希望就 其他人就不要再发生啦 那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其他那些有没有回答过 我只是在这里回答过 即是在加拉斯哥 即是苏格兰这边回答过 那这边苏格兰呢 就是 是first bus 即是第一 第一啦 好像伦敦都有的 伦敦也是的 但是不是 所有英国的地方都是这些巴士的 譬如我去纽卡素呢 他有那个 好像叫stage bus的 就不是 又不是 又不是first bus 这样的 那所以 各个地区呢 可能都不同的 但是呢 我在这个叫做 纽卡素啦 也都搭过一次巴士的 也都是这样 也都是这样做法的 即是你上车 你就告诉他去哪里 有多少人 那接着呢 他就按键 然后你按 这样的 他有没有八达通或者那些呢 好像就没有的 但是呢 你可以用google pay 你可以 即是你可以用google pay 又可以用apple pay 这两个都可以的 那大家 你可以上去apps first bus 那个apps那里买票的 但是你买票呢 就很麻烦的 因为他买票呢 他买票呢 除了那些贵的那些呢 譬如你去机场呢 才会买到单程啊 或者来回的 如果不是呢 你在apps那里买呢 就买不到单程或者来回 这样一日的 就是要是你买全日票 要是呢 你就买5日 5日的 要是呢 买一个礼拜 10日 或者15日的 那都相当恼夹的 很多 是很复杂的 那不会 就是你自己 你不会自己买到单程 除非你是去机场那些 贵一些的 一程成8磅啊 那些呢 他就会给你买单程 这样啦 那 喂 今天讲了这么多先啦 是的 都20分钟啦 那就是这么说啦 听到我们的channel 都想你学到点东西走的 那都没怎么理 各处乡村 各处来的 那你来到就要习惯啦 不要那么多怨言啦 很多时候 真的来到呢 我都要撞板的嘛 一定要撞板 撞了板你就知道 啊 原来下次要这样的喔 这样啦 是不是 是啊 好啦 好啦 那讲了这么多先啦 多谢大家收带 拜拜 多谢大家 拜拜啦 我们下期待吧 我们下期待的 我们下期待的